熟悉的音樂還有畫面 讓人瞬間進入備戰狀態 風靡世界超過40年的遊戲 讓人意猶未盡 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更聰明 儘管有無數的玩家不斷挑戰 目前全世界只有11個人 能拿下所有的分數 PACMAN是一個魔法 完美的遊戲 就是吃了每個角色 每個能量 每個魔法 每個獎金 每個遊戲都不能死 PACMAN是3.333.360點 玩家為了完美破關 吃下所有的痘痘 還要躲開各種顏色的鬼 花了非常長的時間 來研究其中的奧妙 我的方法在PACMAN是使用模式 這些總能阻止玩家前進 讓人恨得牙癢癢的鬼 其實就是早期的人工智慧產物 掀起討論熱潮的AI其實很早就在我們的童年裡對我們發起挑戰 遊戲的設計者還利用演算法讓鬼不斷增加遊戲的難度 同時讓角色帶有獨特的個性 像這樣利用人工智慧帶給無數大人小孩難忘的回憶還有歡樂 就算到40多年後的今天依舊有無數的玩家繼續展開挑戰 從1978年全世界第一個互動式電玩太空侵略者問世 80年代陸續推出超級瑪利歐 音速小子都曾經掀起全球的熱潮 日本人工智慧也這樣悄無聲息地走進所有民眾的客廳還有遊樂場 主要是像一個小孩在家裡玩遊戲 這並非正常的情況 最多人玩遊戲 簡單的吃豆豆遊戲依照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好像太過簡單 但跟電腦程式鬥智鬥勇成為全民運動 還成為好萊塢的電影題材 當年遊戲業者利用AI推動角色將近40多年後的2020年 回答則是利用AI模型在沒有遊戲引擎的支援之下 成功複製出小精靈這款電玩 從小螺絲電影到有能力成為創造遊戲的推手 這款吃豆豆的遊戲見證了AI的發展 展現人工智慧的無限潛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